生命纪第九章 你今日当知道,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,要灭绝他们,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。这样,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,使他们速速灭亡。 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,你心里不可说,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,是因我的义。 其实,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,是因他们的恶。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,并不是因你的义,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,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。 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,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。 你当知道,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帝赐你为业,并不是因你的义,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 你当纪念不忘,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你神发怒?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,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,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。 你们在河列山又惹耶和华发怒,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。 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,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。 那时,我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,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。 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,是神用纸头写的。 板上所写的,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,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 过了四十昼夜,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,就是约板交给我,对我说。 你起来,赶快下去,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,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,为自己筑成了偶像。 耶和华又对我说。 我看这百姓是映着景象的百姓。 你且由着我,我要灭绝他们,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,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。 于是我转身下山,山被火烧着,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。 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,铸成了牛犊,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,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,在你们眼前摔碎了。 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,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,惹他发怒。 我就像从前,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,没有吃饭,也没有喝水。 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,要灭绝你们,就甚害怕。 但那次,耶和华又应允了我。 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,要灭绝他。 那时,我又为亚伦祈祷。 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住的牛犊,用火焚烧,又捣碎磨得很细,以致细如灰尘。 我就把这灰尘,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。 你们在塔贝拉、玛萨、基伯罗哈塔瓦,又惹耶和华发怒。 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蒂斯巴尼亚,说,你们上去,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。 那时,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,不信服他,不听从他的话。 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,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。 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,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四十昼夜。 我祈祷耶和华说,主耶和华呀,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,他们是你的产业,是你用大力救赎的,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。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雅各,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、邪恶、罪过。 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,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,又因恨他们,所以领他们出去,要在旷野杀他们。 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,你的产业,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榜币领出来的。